到了赏金的热季 花莲近海16号是发现了抹香金 群聚的踪迹 赏金游客相当的惊喜 五只抹香金浮出水面悠游 最大只的有15公尺 船长判断是三只公的两只母的 而且鲸鱼们靠得很近 有可能是正直交配期 所以鲸鱼们就聚在一起了 夏天到来又是出海赏金的旺季 花莲的赏金船16号上午在近海 就惊喜看到五只抹香金 今天早上10点的航班出去之后 离岸陆地大约是五海里 多路满船只就遇到了五只抹香金 而这五只抹香金是一群聚在一起 虽然其中有一只离这四只比较近 但是船长研判 这四只抹香金里面有三只是公的 一只是母的 身体其实都还蛮聚在一起 所以可能这个季节刚好是交配 或是求欢的季节 所以这一群刚好就聚在一起 然后刚好又遇到 赏金城市在旁边 让财商的人非常的开心 这五只母乡亲都很大只 其中最大只的身长约有15公尺 让游客感到相当的震撼狂喜 你从哪里来的 我从台北过来的 台北过来 这是第一次出海赏金吗 我第一次 年纪这么大 生平第一次出来赏金 他以前有看过海豚或鲸鱼吗 海豚有看过 但是鲸鱼没有看过 他是在海上看的吗 对对对 阿张第一次今天令鲸鲸鱼 你都会心情不疼 非常幸福 我们都看到这么大的莫像鱼 知道 阿张跟你想像中的一样吗 跟想像中当然是不一样 想像的只是一般在海边上这样 可是实际上看到的话 想不到是这么大的一只这样 很感动的心情 很神奇 看到那么庞大的动物浮出来 都没办法 赏金业就表示 花莲近海鲸豚资源相当丰富 不用太远就可以看到海豚 而鲸鱼的出现更是让人惊喜 也希望在肺炎疫情趋缓之际 可以让赏金业蓬勃发展再创新高 谢谢旅会花莲港报导